财经焦点来看到担心高油价会引发通膨 趁着最近国际金价走跌 有不少人是逢低进场买进 像是有不少的新人 特地到银楼去抢购金饰套组 因为这跟去年的八月金价的高点相比 短短半年就便宜了两万块 而国内的黄金王子杨天丽也说 金价短线将会在1650到1688美元之间做盘整 去年八月份最贵的时候19万多 仔细询价因为这款成套结婚金饰 去年金价最高落在每盎司1920美元的时候 得要19万才美得到 不过随着金价走跌 相差半年现在买就省下两万元 真的差很多啦 现在金像以前的话几年前的话 买的话那还个个没 现在结婚的人都会趁现在金价低的时候 赶快来买套组 因为金价真的差很多 银肉出现不少买金人潮 最有连黄金存折 买借从三月来至少增加一倍 就因为国际金价三月以来走跌 二月底的时候国际金价每盎司在1785美元 不过到了三月十四号 跌破1650美元支撑点 虽然七天之后金价又回升到1650美元 不过当天盘中却看到1628美元 本坡最低点 短线来看的话 可能1650到1688是它的一个盘整的区间 那么一旦1670没有办法有效突破 或1688不能有效突破的话 就有可能反转来测试1650美元 专家分析由于国际油价居高不下 通膨隐忧还是存在 因此抗通膨的黄金长线还是看多 短线建议投资人先观望为主 等到跌破1650美元可以分批买进 但还是得注意风险 东森财经新闻中的新讲机微 台北报导